现在是二月份 这里是多伦多艾伦公园 所谓的公园就是一个大温室 你看看 这里原来是入口处 现在在修这里原来种了很多树 什么香蕉树啊 玉兰树啊 看样子他们要焕然一新 重新种植 你看从小树开始 可以见证他们的成长 所以因为在修 它的正门是关闭的不能进来 要从那边 那边有个入口 你要开车或者是走路的话 走到它的后面 这有一个停车场 它有标记 从这方向 这是北边吧 北门进 单向的 因为现在还是在 还是疫情期间 单向 咱们接着往前走 今天是星期六来的人挺多的 看这开满的小花 主要是什么花呀 主要是仙客来 各种颜色的仙客来 还有吊盆 红颜色的还有筑顶红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公园温室 虽然是免费啊 其实来的人并不多 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二月翻了 阳光越来越多 感觉的就像春天一样 是说室内的感觉 室外还是冰天雪地 这么大一棵树 它下垂的就像头发一样感觉 或者是窗帘 卷珠帘 是一棵不够耐寒的柏树 所以才种在温室里 室内的树 是不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特别是有光的时候 还种了不少茶花 而且都是红花品种 观察它们很多年了 生长很旺盛 看样子最近也是砍了头 因为长得太大了 看看这个虫瓣的品种 摸上去简直就像地毯 就像丝绸一样 太舒服了 后面这是一大丛素新花 前两天介绍过 巨便宜 不知道有没有买了的朋友 后悔的在那骂我 这什么味道 这是大自然的味道 这里还有一个小池塘 悬水蝉蝉 鱼儿们在午休 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是不是要多逗留一会儿 进入另外一个温室 这里潮湿闷热 一年四季都是如此 就像热的雨林 种了很多的Orchid 很多热带植物 看看这个 这就是著名的硬枝黄蝉 它和我们熟悉的飘香糖 是晋青 这是一个悬在空中的三角梅 虽然梅在开花 你看它老枝 就像盆景的感觉一样 还有这个苔藓棒 水苔上面种着凤梨 空气凤梨 也有一颗巨大的藤橘黄的花 真的是春天来了 小乌龟在午休 它是不是挺孤单的 孤单吗 孤单不孤单不知道 倒是挺幸福的 这里也种了不少兰花 肥大的甲林镜 太舒服了 很多兰花都在花期 冬天算是旱季吧 旱季也是花季 咽的是什么 三角梅 好大一层啊 这个可能是橘子花吧 含苞带放 好香啊 这么多小花 你喜欢哪一种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